大家好!又到了这个美洲三陆银的时段了 现在就让我小明和大家回顾一下上周车谈的重点新闻 第一次新闻自然是要讲最有分量的新闻了 那就是新一代的 Honda Civic 量产版正式出炉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特别 首先在外语行程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新一代的 Civic 还是采用了最新的 Honda 加主度设计语言 那这个语言是被称为 Man Maximum Machine Minimum 那从这个名堂我们就可以听出 Honda 这一回是注重在简约化还有功能化 那新车依旧是采用 Fast Spec 的 Design 不过整体的造型是更加的成熟了 在车头方面就拥有小一号 Accord 的感觉 包括这个隐藏式的 Honda Solid Wing 搭配狭长的方形头灯组 整个看起来就是更加的有一个气质的感觉 车车部分是我个人最喜欢这一辆新车的地方 更加的优雅而且也蛮有肌肉感的感觉 至于车尾的部分就是告别了上一代这个极具 争议性的虾面式尾灯设计 取的代字是一个到L的 LED 灯条 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吗 而在车身尺码上这个新一代的 Civic 也是有所增长 它的轴距比起上一代车型长了 35.56mm 车长则是多了 33mm 至于在内装部分这个新一代的 Civic 也是精致了很多 而且整个内装设计也是简约化为主 在设计上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拥有这个 10.2 吋的悬浮式触屏主机 以及号称 Honda 史上最大的 9 吋全液晶仪表盘 同时这个 C Segment 轿车呢 它也拥有 12 个扬声器所组成的 立体式环绕音响系统 那相信这个是高阶车型才会有的一个配备 不过最吸引到我的还是它的这个空调出风口的设计 有这个横贯整个 Dashboard 的风潮网 很酷又很复古的感觉 而下方的这三个旋扭看起来也是很精致 估计在手感方面会和这个新一代的 City 一样 就是转的时候会叹叹叹叹叹叹 这样子 很有 feedback 在动力部分和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中国版新代 Civic 不同 美贵的 Civic 依旧延续上一代的动力配置 那就是分别推出 2.0 的自然进气引擎 以及 1.5L 的 VTEC Turbo 引擎 其中在这个自然进气引擎的部分 它的最大马力为 158hp 峰值扭力则是 187Nm 并搭配 CVT 无段速变速箱 至于在 Turbo 版本上 这一具 1.5L 的涡轮载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这一回提升到 180hp 峰值扭力则是 240Nm 对比上一代的车型它是提升了分别 6hp 以及 20Nm 重点是这一回这一具引擎 它终于是有真正的 VTEC 技术了 因为其实上一代的 1.5 VTEC Turbo 它其实并没有 VTEC 而是双 VTC 的技术 那这一次这个改良版的引擎算是拥有真正的本田魂了 就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样的一个 Civic 吗 第二次新闻 CORORA CROSS 很有可能在 11 月推出 CKD 版本 我们在不久前才迎来的 CORORA CROSS 这一款算是 Toyota 在压走一个相当重要的战略车型了 那如今我们就获得了消息 如果顺利的话呢 这个 B PLUS SEGMENT 的 SUV 很有可能会在 11 月在我国推出 CKD 车型 而且还会扩充车系 额外再增加多一点车型 如果消息是真的话呢 那这将会是首款在我国组装的 TNGA 车型了 产线会在哪里呢 自然是 Toyota Malaysia 位于 Bukitradia 的最新工厂 这座整形的工厂算是我国目前最为先进的汽车窗配偿之一 目前这个工厂只是生产 Vios 和 Yaris 那随着 CORORA CROSS 这一款新世代的 Toyota 车型的加入 算是进一步提升这个生产线的实力 目前我国的 CBO CORORA CROSS 只有 1.8L 自然进气引擎 单一引擎 而据说这个 CKD 版本将会再追加 1.8L 的 Hybrid 混合动力系统 同时也会另外增设 2 个车型 给我国的消费者更多的选择 那相信这款车在 CKD 以后呢 将会给 Toyota Malaysia 带来更多的销量 看来这个日式品牌在今年是来势汹汹了 现在就看对手们要如何介绍了 第三则新闻 新一代的陆地巡航舰 Toyota Land Cruiser 实车照曝光了 这张实车照是被神通广大的外国媒体提早曝光的 那从这张照片我们就可以看出了 这个新一代的 Land Cruiser 它的车头 就和日本媒体之前所绘制的这个假象图是一样的 拥有一个超大尺寸的横条式水箱护照 搭配扁平的头灯组设计 这个前脸造型我只可以用霸气十足来形容 相信开这台车出去会很有气场 其实 Land Cruiser 这款硬派豪华越野车 在这么多年以来都是一直在沿用之前的底盘 不过据了解这一回这个新一代的 Land Cruiser 300 将会使用全新的 TNG 底盘 不过还是会继续使用非存在式的设计 以带来出色的越野能力 不过据了解原厂还是会针对这个舒适性、操控还有稳定性进行提升 所以相信这个新一代的 Land Cruiser 将会更好开更好做 而在动力部分这个全新的 Land Cruiser 300 据说将会有三种引擎选择 分别是现行车款已经存在的代号为 1GR FE 的 4.0L V6 引擎 但是预计在马力上会有所调整 至于第二具引擎则是代号为 V35 A FTS 的 3.5L V6 双涡轮震压引擎 这一具引擎是研制 Lexus LX 500 这个车型 至于最后一具引擎则是代号为 F33 A FTV 的引擎 从命名方式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具引擎它的排气量为 3.3L 是一具柴油涡轮轮引擎 相信也会采用 V6 形式 而在变速箱部分呢 全车系都会采用时速的自排变速箱 除了底盘引擎有新的元素以外呢 这个新一代的 Land Cruiser 在技术上也会有所突破 包括它在这个引擎启动键上就设有指纹识别技术 让这台车能够自动识别不同的用户 然后在不同用户启动引擎的时候 就会自行去根据这些用户所定义的一个设定去进行调整 像是如果你把这个空调的温度调在21度 那就算之前的用户已经把这个 Aircon 调在24度的话 只要你的指挥一启动引擎 Aircon 就会自行回到21度这个设定 算是相当贴心的一个功能 由此可见这将会是史上最强 最奢华 最先进的陆地巡航舰 你们期待它的到来吗? 第四次新闻 还是Toyota 那这回主角是 Korola 相信大家都知道啦 Toyota最近是重拾热血心怀最新的作品 就是那个战斗力十足的暴力压 GR Yaris 而之前也有消息指出Toyota也有意为这个 Korola 最佳钢炮版本 这个传闻还不懂可不可疯啦 不过如今 Toyota 就先发表了这一款赛车版的 Korola Sport 来参加2021年的超级耐力巡回赛 那这辆赛车呢 它其实搭载的就是GR Yaris所使用的那具 地表最强1.6三缸涡轮这样引擎 可是在这一辆赛车上 它不打油 它用的是Hydrogen氢燃料 那讲到这个Hydrogen 其实一般上的这个氢燃料车管 都是经过发电动作之后 将这个氢能转换成电能 再储存到电池之中 概念算是和这个电动车是类似的 但是呢 Toyota 的这个Hydrogen 则是直接沿用现有的燃油引擎 然后只是把这个喷嘴还有燃烧系统 拿来做一个修改 直接在燃烧是燃烧这个氢气 除了会消耗少量的这个引擎就有以外 这个系统它基本上它的操作原理 是和一般的燃油引擎是一样的 但是重点在于这一套系统它继承了轻能车的优点 那就是完全零的飞气排放 不过对我来说和这个电动车一样 零排放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它有排气声 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 Corolla Hydrogen 小光号的排气声浪是怎样的 第五车有点特别啦 它是一个非官方的传闻 PRODOA有新车 那PRODOA在发表这个非常重要的产品 也就是PRODOA Artiva 以后 似乎没有松懈下来 因为我们最近收到一点疯 这个PRODOA有一款代号为D50 EA的新车要来了 是什么车来的咧? Selfycon的5V 其实第三代的MyV推出也是有一段时间了 早就应该要推出这个Selfycon了 但是之前因为遇到这个新冠肺炎 加上这个芯片产能大减的关系 让这个PRODOA只能为这个三代的MyV推出升级版本 更新了这个ASA 2.0 以及追加了一个蓝色的车色 就这样而已 但是根据我们所获得的这个非官方路边色消息呢 PRODOA正在计划推出真正的小改款MyV 新车有可能在明年之前来临 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关于这一款新车的相信 但是我们预计这个小改款的MyV 很有可能会导入最新的ASA 3.0 可能会多了这个车车盲点侦测的功能 至于自动眼镜光灯 还有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这一些 比较Atlas的功能 则有可能不会来到这个小改款的MyV 毕竟MyV的定价比较低 同时也要和这个Artiva做一个更加清楚的定位区分 但是我最关心的还是小改款的MyV 会不会导入PRODOA最新的1.03缸涡轮车引擎呢? 你希望这个小改款的MyV 会继续沿用NA加四速自排 还是换上全新的Turbo加上CVT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美洲366的所有新闻了 不知道以上的这些新闻 有哪一款新车挑起了你的兴趣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还有报道 和我们一起交流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还有分享出去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接下来会为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的内容 大家就尽情留守我们的这个Channel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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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